512温川地震发生一周年之际 十位年轻歌手特别分四场举办希望之家音乐会 准备继续为当地的灾民勿款 他们包括周立奇 于翠之 谢文雅 吴宇飞 Roberman 吴浩康 钟书曼 王凯俊 顾佳荣 以及小肥 周立奇表示 从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说起来也算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了 但是灾区很多灾民仍然需要我们的帮助 这也是我们举办这个慈善音乐会的初衷 这个希望之家 其实差不多自造地震到现在有一年 刚好一年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 所以大家应该要多多关注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做这个音乐会 大家有音乐听就可以投放 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 这次音乐会还特别倡导大家以购买苹果树的方式帮助灾民 虽然每年的回报只有一百颗苹果 但它们却是幸福的象征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第一 我觉得这个苹果真的很好吃 香港真的没有机会吃到 第二就是 我觉得能够拥有自己的一颗苹果树 那我觉得真的很棒 而且你说太贵也不算是太贵 但是这个树是你的名字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旧历词的树 就是在这个日本里面存在着 那我觉得是挺好 而且可以有的吃 因为它会每一年都会寄给我们一百个苹果 那这个就是幸福的一百个苹果